海峽两岸一家心 文宗共祖麦少年 我们都是东方儿与延黄学生 一般闲闲的海峽 书长江湖 乡闲长辈们 过去不但在黄皮 自己家乡办了学校 后来呢 他们也捐助奖学金 给义宗 让青年学子 得到一些好的教育机会 能够发挥贡献社会 报效国家的力量 所以我们父兄辈有这个安排 我们后面的晚辈 就继续执行这个好的做法 所以我们这三十年来 一直有做奖学金 对于台北同校会的书长阿姨 我是非常感激他们 在往后的日子里 能够在武汉和台北之间 建起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桥梁 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台北 在了解武汉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学有所成的一件事 以后回来贡献在黄皮 我们这块家乡的 这样付出一份努力 尤其现在的话 我们黄皮的话发展也是越来越好 相信将来的话 也需要更多的学子来投入 来奉献 当然发射奖学金的话 就也是给他们一个鼓励 对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 慢慢的茁壮 慢慢的能够成为黄皮的动物